哈囉,大家好,我是柴 有很多人很好奇啊 我們頻道平常接到業配的時候 都是怎麼討論和發想這個腳本的呢? 今天剛好等一下就要跟派克老闆開一個動腦會議 就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們平常都是怎麼開會的吧 本集影片由京城銀行贊助播出 欸,報告派克老闆,我這邊有一個京城銀行的業配啊 想要跟你討論一下到底要怎麼做比較好啊 是怎樣的產品啊? 就是我們以前在用西聯匯款的時候 不是都還要零貴辦理嗎? 現在他們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數位產品 叫做金數配 可以全程線上註冊還有匯款 而且啊,手續費比以前更便宜哦 那我們要不要考慮直接用西聯匯款的姿勢啊 來切入這影片的主題? 你是說像這樣子嗎? 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柴 我們人啊,如果在國外的時候啊 臨時有現金需求啊 大多數人都會請家人 從台灣用銀行的跨國電匯來救急 但是銀行的國際匯款除了收款人要有當地的帳戶外 手續費、郵電費等費用其實也不低 收款人還有可能會被中間行或解款行 內扣掉16到20美元不等的手續費 成本啊其實很難預估也不太方便 這個時候就有另外一種叫做西聯匯款的快速國際匯款服務可以選擇 它和銀行電匯最大的差別在於啊 西聯匯款是直接跟全世界各地的銀行合作 即時進行匯款的服務啊 所以不像電匯啊 會有中轉行和解款行的額外內扣費哦 而且啊,還可以選擇要入帳或者是領限 就算收款人沒有國外的銀行帳戶 只要透過一組匯款時的十位數MTCN監控碼和身份證件 幾分鐘內啊 就可以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地區的西聯匯款代理點 包括了銀行、郵局、外幣兌換點、火車站和機場等等 提引到全額的款項哦 另外限賬匯款也更方便了 只要是年滿20歲的中華民國國民啊 都可以申辦使用這個金速配 匯款的時候不需要再跑去西聯匯款的代理點零貴辦理 申請帳號和使用全程都是數位化 不用出門也不用排隊 只要手指動一動啊 就可以24小時隨時線上匯出 審核通過之後啊 只要設定好收款人的資料 再綁定本人銀行帳號就可以開始匯款囉 匯款方式就像網購一樣簡單 確認匯款後啊會產生一組虛擬帳號 再從已經綁定的銀行帳號轉帳過去就完成囉 欸我覺得不太對好像有點乾了 誰會沒事想要製造西聯匯款的知識啊 啊那如果我們敢用小劇場啊 增加使用情境還有使用的機會的話 像是這樣子呢 媽啊我阿姨啦 我收到你走來3萬元中期沒什麼已經好了喔 好啦好啦 媽啊你又走3萬元給我入學費好嗎 好啦我現在用金速配給你配過去啦 喔很快就收到耶 謝謝阿母 出國真是太好買了啦 隨便逛就花了好多錢 啊慘了 身上現金好像不太夠耶 怎麼辦呢 用ATM跨國提款手續費不便宜耶 啊對了 可以用金速配啊 從台灣的帳戶匯給自己 再到西聯的服務據點領現金就好啦 手續費只要10美金 可可可我真是太聰明啦 啊難得出國放鬆 今天就在飯店裡面啊 放空一整天好了 嗯 欸柴我看你FB打卡通態 你現在人在泰國對不對 嗯對啊 怎麼了嗎 想說可不可以順便幫我買個小老闆海苔啊 不用特地啊順便就好了 蛤 可是我身上現金好像不太夠耶 沒問題啊 我現在立刻用金速配匯給你 幾分鐘就可以領了 欸我覺得不太對啊 這樣子呢 如果在國外臨時需要現金啊 我自己是習慣用ATM跨國提款 因為最方便 手續費啊也還算是合理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今天就來研究一下各種國具匯款手續費 一次把它搞懂哦 我們假設以權額到 匯1000美元匯率29為基準 都用最低費用來計算好了 就可以看出以下 這三種匯款方式的手續費高低哦 首先是銀行電匯的部分 每家銀行手續費計算啊都不太一樣 大部分是按照匯款金額的0.05%來計算 而且有低銷的限制 最低約100到200元 另外如果要全額到的話 就要再加一筆600到900元不等的郵電費 這樣算下來啊 最少要700元的手續費 所以大額匯款會比較划算哦 接著就是ATM跨國提款 首先會有國內銀行的手續費 一般大概在70到100元左右不等啊 再加上國際匯款的轉換費啊 大約是提領金額的1.5% 所以一樣領1000美金啊 用ATM啊就大概要500元的手續費哦 最後是走西聯匯款方式的金束配 1000美元內啊都只收10美元 超過1000收14美元 所以手續費只要台幣290元 很適合小額的國際匯款需求 這樣比較下來啊是金束配勝出哦 勝出 感覺還是不對 要不要先做一下行銷的SWAT分析啊 我自己研究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金束配它的優勢有啊 就是全程線上註冊還有操作 然後再來是24小時啊都可以匯款 手續費也只要10美元而已 然後收款速度也很快 那烈士呢 嗯我覺得它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它只能匯出不能匯入 而且是僅限於個人對個人的匯款 然後它有每次匯款3萬塊的上限 然後每天5萬 一個月10萬 那這樣有什麼機會點啊 還有什麼機會點啊 剛剛頁片的東西都已經大家都看完了啦 那才回家店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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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